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死前 交全力给华国锋 还说了一句 您办事 我放心 华国锋确实没顾付毛的所托 除了祭出两个凡事 继续遵循毛的政策外 还花费巨款 为毛在天安门广场修建坟墓 但华国锋有个惊天大秘密 至今快一百年了 却显为人知 香港争论杂志开放的文章曾披露 1920年 毛泽东在长沙时 与一位姚姓女子同居 1921年 姚氏生下了一个男孩 就是华国锋 两年后 姚氏病故 毛一直委托亲属抚养华国锋 并让其根收养的人家姓华 去名画光组 之后改过华称武 国共内战期间 才改名画国锋 姚氏的父亲是从深西到湖南来 范园烟草的商人 毛泽东一直很关照他的长子 华国锋 50年代初 毛提出将华国锋调到湖南省香坛地区任地委书记 他九次到湖南或经长沙 都叫省委安排与华国锋见面 并让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柱 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 多关心华国锋 60年代初 华国锋生日湖南省委文教部长 统战部长 省委书记 1966年春 毛授义周恩来 康生和汪东兴在北京与华国锋 做有关他身世的交底谈话 直到这时 华国锋才知道自己是毛的长子 两年后 华国锋飞黄腾达 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省革委会主任 毛每次返回湖南 华国锋都陪同在侧 华国锋每年都也直接向毛汇报地方工作为名 到京两三四 去探望他的父亲毛泽东 1971年 林彪事件后 毛调话国锋到京 任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 公安部长 并点名要华国锋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 1976年 毛临死前 为了自己死后不犯案 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 将权力交给了华国锋 毛死后 华国锋听从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建议 发动公平政变 逮捕了四人帮 被中共歌颂为英明领袖 还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国务院总理等职务 是毛去世后级党政军权 于一身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1980年后 由于跟邓小平发生政治路线上的激烈冲突 华国锋离开了中共权力核心 邓小平执掌中共大权 据说 华国锋还算孝子 在毛临死前 已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 必须插胃管喂食 但毛本人不同意 为了说服毛 当时决定由张春桥 王洪文 汪东兴 华国锋等四人 先是插胃管的感觉 华国锋当时不假思索 马上表态愿亲身一事 为恢复自己的身份 2002年12月26日 华国锋曾和毛的女儿李敏 李那等人一同到毛的纪念堂 为毛做名授 华国锋当时在索性花圈的碗袋上写上了忠实的儿子国锋今晚的字样 但当日下午 花圈被工作人员收走 华国锋曾在八十年代初上书中共中央政治局 要求恢复自己的身世 改姓毛 但被政治局否决 原因是对党 对毛 对华国锋本人都不利 此后 华国锋多次上书 以求认作归宗 仍被拒绝 2002年十六大前夕 华国锋再次置信中央 随亲生父亲或母亲的姓氏 但最终还是不行 因共产党的理由是要维护毛的声誉 顾及党的影响 不过 这次却批准他返回湖南省湘潭养老 华国锋虽在湖南中老 另外 华国锋的另一个秘密是其早已退出中共 早在2001年 日本朝日新闻就曝光了华国锋已经退党的消息 当时胡锦涛曾特意就华国锋要求退党仪式主持召开会议 在会上 华国锋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 甚至说 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令胡很尴尬 在公开场合 中共官方对华国锋退党仪式闭口不谈 2005年 有多家媒体报道 华国锋以中共背叛农民和工人正当权益和中共代表贪官利益 代表资本压利益为由向胡锦涛提出退党 有报道说 追随华国锋一起提交退党报告的还有 原华国锋办公室主任 他的老警卫员 华国锋的机要秘书 专职司机 这实际上是一个党支部的集体退党 中共官方有关资料显示 中共15届一中全会以来 身为中央委员的华国锋 都以健康为由请假 未出席过任何一次中央全会和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直到2008年8月20日病逝 既然不成功 既然不成功 那么多年 m日谷吿伦